李永钦博士今年35岁台大生理研究所毕业 毕业之后到美国留学获得了博士学位 他今天在记者会中说 他曾经被共匪诱骗 步入企图 如今反正回来 觉得我国政府各方面都有惊人的进步 他表示这次回国之后 将以他毕生所学的贡献国家为国效劳 感谢观看